他不知道他會對應到的就是Maxwell Boseman的Distribution 我們到這邊之後我們再說 好 所以呢我們要去推導他 推導什麼東西呢 我要推導一件事情 你先想看 假設我們在這個空間中 氣體速度有快有快嘛對不對 那如果處於熱平和狀態的狀態下 那這樣的氣體的速度快速的分布 理論上是不會變的對不對 你可以試想一件事情 假設在這個空間裡頭 氣體的速度突然變得很快了 代表什麼意思 溫度升高嘛對不對 你被碰撞的機率變大 變熱了對不對 或是降低就變冷嘛對不對 所以假設他處於熱平和狀態下 他氣體的速度平均的分布 應該是不會變的嘛 這是一個基礎的一個概念 所以如果感到突然變熱冷 突然變冷 那氣體的速度有所改變 那正常熱平和狀態下 他速度是不會變的 所以速度不會變的 這句話的意義 在統計上 他代表的是 我的分布的形狀 沒有他的改變 當有一顆這個分子的速度 從1500每秒鐘1500公尺 變成500公尺的同時 也要有一個500公尺的這個例子 變成1500嘛對不對 這是我們看的其實的概念 所以這個概念先弄清楚 就會後面就很好講 好 所以呢 來想想看 一件事情 在這樣的空間中 分子跟分子 假設有發生所謂的對撞事件 他去翻譜 這麼多分子一定會撞在一起嘛對不對 那這種對撞事件 是一個所謂的二元事件 也就是說 通常 分子撞在一起 是 兩顆對撞 那你可以問啊 會不會三顆同時撞在一起 四顆同時撞在一起 有可能 對不對 會啊 對不對 可是呢 這樣的機率其實不高 這樣機率其實不高的 所以 這種大於兩顆分子 同時撞在一起的狀況 是很少的 因為它相當少 所以我們基本上 可以把它忽略 把它忽略掉 那我們來想想一個情況 從這邊開始呢 這非常有趣 你可以想想看 人類怎麼去思考 去推導出一些問題 相對於過去 大家非常有趣 好 所以這樣一個 所謂的 這個二元的這個對撞 的事件 這樣一個事件 我們用簡單力氣來解 我們如果一開始 先看這兩顆 一開始呢 我們這個進來的速度是 V1 碰撞之後 出去的速度是V1 那 另一三顆進來是 V2 碰撞出去的速度是 V2 那 至少 動量要守門啊 對不對 我們假設碰撞不會 不會黏起來 變成什麼不同的分子的話 至少 動量守門 一定要遵守 對不對 這沒有問題啦 動量守門 OK 好 那如果有一個 依照我剛剛講的喔 如果你的事件是V1 跟V2 這兩個速度是V1 跟速度是V2 這兩個分子去碰撞 變成V1 跟V2 不然的話 假設我們今天 整個空間中 所有起分子 是處於平衡狀態 那你這樣碰完之後 你是不是速度分布就變了 對不對 你畫一張圖喔 這是粒子數目 這是速度分布 本來是這樣子 好啦 你今天 假設一開始 是這個速度 跟這個速度 一顆 一顆就好了 一顆 我畫一圈圈圈喔 你可以 去碰撞完之後 變成了 這樣子 跟 這樣子好了 好 所以就多一點點的 出出來 就出出來對不對 這就是什麼 倒下去 所以呢 好 我們畫誇張一點 好 我們畫誇張一點 對不對 我們的畫誇張 會不會變成怎麼樣 對不對 就怎麼樣 凸出來就要下去了 這 壓下去 就凸出來 凸出來 凹下去 對不對 假設發現碰撞前 就變成這樣子喔 好 好 那久了久之後 我這個形狀就變成斷七八糟的形狀 就 怎麼樣 就不是所謂的 熱平衡啊 對不對 那因此呢 我們說 當有一個這樣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同時也會發生一個 反過來的事件 也就是說呢 有一個分子呢 他 碰撞 V2' 跟 這個 V1' 他完全反方向 碰撞 最後呢 碰撞完結果 變回V1 跟V2 對不對 這樣子我們才能維持這個長相是一樣的 對吧 如果不這樣子 雖然這是一個想像實驗 可是他如果不這樣子的話 我們空間中 氣體分子的分度就會改變 那你溫度就會怎樣 變來變去嘛 變得很奇怪 對不對 所以有這個事件 就應該會對應這個什麼 逆事件 或是反過來的事件 好 好 所以呢 有這樣一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想 想想看 我們假設今天 我們這個分子速度 我的分子速度 依照這張圖來看 分子速度來看 我們定義來這個F5b 那什麼叫F5b呢 F5b 代表的意義呢 它是指說 我們的分子呢 處於 某一個比方B1 是處於B2 它的什麼呢 分佈函數是什麼 分佈函數 所以 分佈函數 當你速度速度b的時候 代進去的時候 分佈的值是這麼高 這麼高 它這個 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確實的值 它是一個比值 或是說分佈的機率 然後速度是v的機率 可以寫這個F5b 所以呢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呢 我們說速度是v的分子 在這一堆空氣中 它所佔有的比率 是多少呢 是F5b F5b這個高度 乘上什麼呢 V就是我速度分佈 介於v1到v1加Δ之間 所以這一塊鍵器 代表物理一就是 我速度介於v1到v1加Δ之間呢 所有的 分子所佔的比例 或是機率是多少 ok 好 那 這麼多分子 速度是v1 去碰撞到 速度是v2的分子 速度是v2的分子 這個有多少 這邊fv2 乘上什麼呢 v2到v2加ΔB 就是這一塊電機 高度是fv 對不對 然後呢 寬度是v2 v2加ΔB 所以乘起來就是它的總數嘛 好 所以這樣速度的分子 碰到這樣速度的分子 它碰撞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可以把它寫成 單的時間內 碰撞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把它寫成 這個 A倍 A倍的什麼 mv1 乘上mv2 因為碰撞是機率的相乘 對不對 所以v1的碰到v2的機率是多少 這樣的分布 乘上這樣的分布 然後前面有比例常數 這比例常數 現在還不知道什麼東西 現在不知道什麼東西 好 那這個一開始的假設有沒有問題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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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所以反向碰撞的呢 反向碰撞可以寫成 這個 f1 mv1 乘上f2 1 這反向碰撞的機率 那 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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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東西呢 必須同時存在 為什麼 不然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剛剛講 我們分布的形狀就會改變了 就會改變了 那 兩者呢 碰撞的 前面這個係數 也必須是一樣 如果不一樣會怎麼樣 我分布一樣會變嘛 對不對 這個比較容易發生 這個比較不容易發生 結果呢 最後全部都跑到這邊去了 對不對 所以 反過來來說 反向碰撞來說 機率或是前面的係數 應該也是要一樣 OK 所以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知道 它前面的係數 a跟f1 一模一樣 也就是說呢 我們碰撞的機率 f1 mv2 應該給f1 mv2 注意喔 這 一路的邏輯思考 是一步一步 是要有它的合理性 有它的合理性 好 所以呢 如果這樣給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把它取弄 把它取弄 取弄之後呢 相乘就可以變相加 對不對 所以弄的f1 加弄的f1 給弄的f1 才弄f1 來 到目前為止 問題 沒有 沒有齁 OK 好 那在這裡頭呢 我們還有幾個條件事可以拿來用啊 首先 第一個 這個 我們知道 這個動能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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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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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假設我們這個 v-d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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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條件事 碰撞前後 我的動量要熟 所以我的v1 加v2 等於v1 1加v3 這是動量熟的要求 動量熟的要求 好 那有這個條件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呢 我們在 這個分部函數裡頭 氣力碰撞的分部函數裡頭 在這平衡的情況下 我們假設 它的分部不會變 然後呢 考慮 碰撞前後的因果關係 以及動量熟合 我們有這樣的一個數學式 那這樣的一個數學式呢 它的通解是什麼 我的fb 應該叫做analyst 我們有負的αb 這是它的通解 這個 應用數學問問數學應該有學過嗎 有沒有 有沒有學過 有一個方程式 它符合這個條件 又符合這個條件 它的通解是什麼 是一個exponential的函數 好 沒有學過是不是 有沒有學過 沒有 今天第一次聽到 好 總之呢 這個東西呢 它的通解呢 可以寫這樣的一個形式 這樣的一個形式 我fb可以寫 a Очень有部分 α ли 縱кр 那在去 a跟 fak 是個個常數 那你必須要把你的解帶到你真實狀況下 才能夠解除 a跟 hurry 所以這就是一個 這函數的就是Max of Boseman Velocity Distribute 就是我的麥斯維波斯曼的速度分布的函數 就是F的A是-αV的V 或是-αV的V 那這樣的一個分布 我們如果要確實得到真實的 真實在數量上的分布 我們就要把這個概念給引進來 這是什麼一個概念呢 我們剛剛講的F是 它在這整個分布中 它所佔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它整個比例 它不是真實的數目對不對 所以真實的數目跟比例 它就差一個倍率而已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討論 比如說這個教室裡頭真實氣比 速度處於V的數量有多少的話呢 它的值應該是NVV 才是以速度為V 在空間這個教室的移動中 確實的這個比例是數目 OK 好 那因此呢 我們就要引入一個概念 跟我們前面在講器 都用前面的概念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來畫一個圖 我們現在畫流行3D 對不對 現在畫一個3D的圖 好 講這個之前 那個地瓜球都吃過嘛 對不對 不管現在 現在大家都老人 比較會去排個地瓜球 對不對 至少大一進來的時候 總共有被騙過去吃過嗎 有沒有 然後排隊排很久 然後看他做得很慢 有吧 有吃過嗎 都有吃過嗎 好 我們就 你就要想像這個是一個地瓜球 這樣講才好講對不對 所以地瓜球 這個 如果是轉角那一攤的地瓜球球 是沒有包線的嘛 對不對 在那個 遊生甲前面 你家是有包線的嗎 欸 有吃過嗎 有吃過嗎 他遊生甲前好像本來是放在哪裡 本來不是在那個位子 本來是在那個 那個怎麼講 我也知道怎麼講 就是現在有一個是什麼 炸雞排附近啊 就是 就是在那個 浴灌園 鞋對面 開很久的炸雞排 那裡都蒙甲 蒙甲 對蒙甲 那附近 擺在那個 可以特別 後來搬到那個遊生甲前面 好 不管啦 總之地瓜球吃過啦 對不對 有包線沒包線的時候吃過 地圓前面那家嗎 蛤 地圓前面那家嗎 不是不是不是 地圓前面那家那個是現在我們 夜市俗稱比較有名的那家 排隊排很多人 好 OK 好 那重點不是哪家好吃啊 重點是你吃過地瓜球吃的時候就很好講 地瓜球是個中風的東西 如果你有包線的話呢 你去吃起來的時候呢 你咬到中間跟咬到旁邊 是不是口感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不一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它密度不同嘛 比如說你中間有包線 它的線是比較鬆的對不對 那個皮很薄的那一塊呢 比較韌性的那個呢 是因為它密度比較高嘛 那這個就是這樣的一個東西 今天我們等一下要討論這個就是 地瓜球模型對不對 講西瓜模型也可以啦 地瓜球模型希望你都可以啦 就是有一個球 它裡頭呢 是密度不一樣的東西 所構成的一個圓球 好 所以我們要討論這個問題 如果有這樣的概念 問題就簡單了 所以呢 假設我畫一個密度分布的圖的話 這是球星 這是球星 然後呢 把它沿著它的半徑 往外畫 往外畫 它的密度分布呢 假設地瓜球是中空的話 當然這個中間就是 最沒有密度嘛對不對 然後到了某個地方的時候 密度最高 這個地方可能線 或是皮的地方密度比較高 然後呢 當然呢 除了這個皮的外面 當然沒有密度嘛 所以這樣補的意義就是這樣子 這樣可以了解嗎 這樣可以了解嗎 可以嗎 畫起來長這樣 你像是那個 吃地瓜球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畫出這樣補來 想說你就神經病對不對 地瓜球吃就吃了 好 我們今天下個休息生 等一下回去 等一下回去